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讲的一句话 我先讲很容易讲的一句话 就是台湾没有一个妥善的国土规划 那个我必须要讲 这个其实是印华威学我的资料 就是在我刚刚讲 制定这个1500公尺的法规的这个棒 就是德国的北莱茵威斯法轮棒 这个棒 它其实是一个风机密度非常高的棒 在这个棒里面有2600座风机 台湾只有200多座风机 而这个那里会说 对啊这个棒应该是那个地管人稀吧 错 它的面积跟台湾差不多 它的人口1800万 所以它的面积跟人口跟台湾相当 但是它的风机数量是台湾的十几倍 它有这么严格的规范 它仍然能够设置 像比台湾多出十几倍的风机出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是聚居的 然后它的空间规划弄得好 那我们今天谈一个问题 大家先听一听看我这个句子 因为台湾没有妥善的国土规划 所以说造成了风机 在它发展的过程里面 它不得不去跟居民的居住场所造成混杂的现象 所以根本要解决这个问题 根本知道就是要重新的去订定国土计划 现在没有国土计划法 不是立法的问题 是你订了之后你要真的有国土计划 然后真的去执行 好 我刚刚以上讲的这句话是什么 废话 那知道有没有可能 我们今天如果说出去外面看 那个街道 随便讲好了 我们是街道走到那边去 觉得路上障碍那么多 我希望说路上平一点好不好 不要说走路走得高高低低 然后摔跤 那个尤其是坐轮椅的 你到路上去看看台北的这个街道 是不是可以走得通的 台北还是最好的 不要讲说新北市的 那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是什么 没办法解决啊 光是违贱都没办法解决了好不好 不要说违贱了 那个商家搭出来一个阶梯出来 都没办法解决 更何况国土计划的问题 你要重新去制定所有的区位吧 你不想让人家住有地方的人 你要找地方让人家住牵过来 要去做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说那句话是废话 就是你把问题上升到国土计划 因为每件事情啊 说实在的啦 他们他们环保团体的人 都喜欢这样 比如说讲到国防实话也在跟我说 这没有国土规划啊 那你怎么可以在彰化 那个那个那个农业区 然后去设置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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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实话工厂怎样怎样 那不然你要设在哪里 我问你你要设在哪里 设在哪里 环保团体的人就不敢讲了 对不对 你说要国土计划嘛 对不对 你既然跟我说国土计划 那表示说有农业区有工业区啊 那你告诉我工业区在哪里嘛 没有一个环保团体敢讲 你要把工业区设在哪里区 你不是说 那个那个那个你看吧 台东都没有工厂 设计台东好了 你敢讲 然后或者是反过来说 那个实话工厂都在高雄啊 设计高雄你敢讲 都不敢讲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当你听到说 这是一个国土规划问题的时候 就是告诉你说 这是在一个 一个在台湾没有救的问题 然后我再讲一个东西给大家听 这个风力发电 它应该是一个适当发展 所谓的适当发展是什么 它必须要得到居民的充分共识 对于地方造成的影响是最小的 而且呢 而且呢 一个适当科技的发展 它不会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案的 它应该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我今天到你这个社区 你这个社区可能 某些地方适合小型风机 这个小风机可能就这么大 不是半径40公尺 这么大 我这边装几只小东西 你这边其实日照很强烈 所以说我可以给你弄一些太阳瓶电板 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溪这样下来 可以做小型水位落差的发电 那所以说我可以就一整个社区去做规划 当然这种社区可能比较是乡间的社区 城市也比较难 城市的话我可以到 比如说我到你这个里来看 你这个里上面有多少的空间 可以装太阳瓶电板 哪些地方可以装功力发电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有人最喜欢用的是印度的一个例子 印度的例子就是 它在一个小朋友的公园 公园都会那种旋转 不是旋转木马 就是人力推的 那个不是用电的那种装 它在中间的轴上做一个发电机 就小朋友变成人力发电 小朋友玩的过程就会发电 很多人会谈到这种例子 譬如说你们如果有看到那个什么 中南半岛其实也会做这种东西 就是有一个小的落差的小水电 这样的一些发展 那我现在讲这个叫做适当的 所以说替代能源 如果要进步应该是要这样子 应该是社区型的 小型的 而且要符合当地区民生活的 让大家不会有感觉 而且是充分地了解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这个叫做适当科技 那我刚刚讲一大堆听起来很美好 对不对 我必须说它还是废话 因为就是做不到 而且你如果要做到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需要很长的沟通 然后需要很多人的投入 很多很多技术的进来 为什么我现在可以讲这套东西 因为其实之前我在永乐社交 就有开过适当科技的课 那次的经验里面就告诉我说 我知道这事情真的不好做 因为那个课有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从网路上面 当用了风车的设计笔 然后那个风车是用瓦楞纸板 跟你随速可以取得一个杠条做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学习 做都快封掉 那个风车会转 但是发不出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的那个结构 底底拉扰 风车转 它下面就在晃 大家不知道有练过太极拳 直接就把它的力量卸掉 所以说下面做的发电机不会动 那就变成这样 所以说你真的要能够达到一个 大家可以参与的适当科技发展 那有技术 那有技术 各种各样的技术 不是 我现在讲技术不是那种 高科技专家的技术 你可能要有好的铁工 也是一种技术 对不对 你要有技术 你要有居民的参与 你要有大家的共同认识 要有这些东西 那需要时间 好 现在我们说什么时候要不干核四 马上就不要干 对不对 而且核一核二核三 什么时候要处理 2017年开始吧 对不对 就要处理了 四年以后就要处理了 所以2025年之前 台湾就要达到飞核 2025年到现在多久 十几年的时间而已 十几年的时间就要达到飞核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什么国土计划 是让科技 你觉得有可能吗 它有可能成为替代方案吗 那也就是说 今天当 我刚刚讲 绿色工资行动联合 在思考到 电力临成长 而必须要提出一个替代方案 我刚刚讲出三种讲法 一个叫做business as usual 就是我像平常一样的生活 电力持续成长 这个不是绿萌的主张 那绿萌的主张是 电力临成长 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替代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谈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台湾的攻击到底有没有可能 用现在的这套模式发展 当然我们挑战的这套模式 我告诉你说 我们有国土计划 我告诉你说 我们有适当科技 可以取代现在这一套 因为我很不喜欢英华辉 英华辉永远只有 那一支一百多公尺的关键 它只有这一个解决方法 这个是完全跟适当科技无关的 它只有这样一种方法 那而且英华辉公司 是一个以获利为目标的公司 其实那个英华辉的 我讲过这件事 他们其实只要在通宵 跟院里总共做二十三支就够了 这个二十三支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他今天提出一个计划 所以说二十三支 他已经开始在暗示 院里不用做这么多 我刚刚不是说 通宵十五 院里十四了 所以院里假如说 弄到剩下四支的话 通宵就变成十九支 但是这个东西在讲一件什么事 因为英华辉公司它的计划提出来之后 除了提环保署之外 还有一很重要的东西 它把这个营运计划是送到德意志银行 因为英华辉是一个德国的公司 德国的政府跟德国的银行 是全力的支持他们去发展这种 在世界各国发展的公立事业 那么它送去给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同意核贷 当德意志银行同意核贷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英华辉公司压力的开始 它不想赚钱都不行 它必须要达到 它提给德意志银行的那个计划 它必须要达到它的营运的额标 就是说 比如说二十三支 二十三加 二十三以上 越多越好 我这样我可以赚的钱越多 因为它就已经开始有用 是个缓缓的压力 那么我们在这种条件的情况底下 你可以去想象到的 不管是再进步的发展方式 它其实通通都是大量生产 而一个大量生产的东西 所造成的危害 其实你可以想见 我在这边大概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现在要回过来 毕竟我刚刚一直强调他们环保团体 我不是环保团体 我今天是一个媒体 我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这里面其实却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就是说环保团体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这件事情 对反风机的事情 其实不太敢说什么 因为其实在安心里面知道 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件事情 把它给谈清楚了 讲到底了 台湾的风力发电 要怎么样发展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风力发电在整个替代能源 在整个再生能源里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我把这块拿掉的话 我所提的这个方案会出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政治上呢 反对风力发电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容易被永和的人士 拿来到达反核的人士 就是说你看你看你看 你说我们核电厂怎样怎样 对不对 你那风力发电好到哪里去吗 但是呢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 我必须要想 起码我作为一个媒体的角色 我先要提一个东西 一个距离你家 只有60公尺的空气 跟一个距离你家 有600公里远的核电厂 当然是风气对于人影响大 那我们在做这么多 环境议题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可能会因为一个 公害对于居民的影响的程度 方式或者是多管 来去判断说 这个造成污染的东西 它的严重不严重 我们也不可能 把我们看到的东西就忘掉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吧 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去看到 越里反风气 看到英华卫 看到这些事情 看到了这些居民的担忧 看到了这个发展的不合理的时候 我们看到东西 我们必须要讲出来 那至于说你问我说 哇那我现在吹掉了 那一大份 可能应该怎么办 我也担忧 但是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媒体 我们必须要把这句话讲清楚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谈 因为其实我认为 我们在过去讨论能源问题的时候 其实有些东西是忽略的 而这种忽略跟我们所对抗的当权者 其实思考有点像 那个像的地方就在于说 譬如说今天能源局 今天经济部会告诉你说 台湾具有多少发展风力发电的前职 就是说那个前职就是说 台湾的譬如说台湾的西北角海岸 可能风力的资源最豐厚 那如果我把它通通开发出来的话 我可以得到多少个电 它的逻辑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讲的 可是你当你在这样讲的时候 你忽略了什么 你忽略了它对于人的影响 如果再把它对于人的影响 这个因素加进去之后 我们能够得到多少电 我们在整个计划 也不可能包括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再拉回来 你如果说要综合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必须有我刚刚讲的 国土计划跟适当科技的思维 这些东西也通通都没有考虑进去 那么通通考虑进去之后 你要给我多少年的时间 去发展在什么 然后我必须要在这个前提底下 我才能告诉你说 我能够提出多少替代男人的方案出来 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操作 这个媒体的过程里 其实看到问题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你必须要等于事情 你必须要实际上面去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不是一直不断的评论 这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媒体 很重要的部分 而且是作为媒体的一个 一个核心的工作 你不要急着去评论 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你要先把所有事情搞清楚 而且要让你的读者也搞清楚 所以大概这几年 我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做的事情就是 怎么样把话说清楚 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把话说清楚 而不在于提供一个观点 虽然说很多朋友 对于古老王的期待 因为对古老王的期待 其实有很多 听过很多 很多人会期待说 古老王成为一个 能够不断的发展 跟这个主流社会 不一样的评论 观点的一些东西出来 比如说最近几天 我自己觉得很交心 就是台北的关系 一片很打很杂 那个社会 好像也太是 我认识的台湾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可怕 那然后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 不管是从沁海鱼业 到鱼业鱼业 整个在全世界里面 那是一个无政府的战场 然后大家用那种 高科技的工业化的方式 去捞捕 所以造成鱼业的冲突问题 这个东西其实都没有人谈 都没有人谈 其实台湾在中西泰洋区域 特别是独尾鱼的这一块 长期以来 这一块